看来眼下的确不易接婉萍回宫 那不如 朕心已决 即使汉军旗下午旗出身 朕就给他抬起 升为满军旗上三旗 似大姓 扭护如是 此事皇上可要三思啊 皇上若要赏真是脸面 要次姓 可以在真姓的后面加一夹子 抬为真家事即可呀 此姓之后 便不再是罪臣真远道之女了 既无皇子 后宫里有的是没有额娘的阿哥 皇上是指四阿哥 可是四阿哥出身微贱 正因为出身微贱 所以才需要一个 有身份的额娘 从今往后 四阿哥的生母便不再是宫女 礼金贵了 而是朕的妃子 扭护如 甄嬛 可是婉嫔才22岁 跟四阿哥她只差了七岁 怎么能做四阿哥的额娘呢 这事不难 就当皇上是生了四阿哥 才离宫为国祈福 这样便不算是废废 年龄的事更是小事 就是天上十岁 称作32岁 又有何妨 皇上执意如此 那臣妾也无法了 只是怕堵不住那悠悠之口 人言何所畏惧 他们愿意议论也好 不愿意也罢 朕已决意 要给皇上飞胃